北京东方显通科技发明了一款高楼逃生滑道 在四川巴中投入试点 一旦发生火情 被困人员可以进入滑道内 匀速滑至纪免 仅需十余秒就能安全落地 一分钟可救援15人 逃生滑道分内外三层 直筒形外层能阻燃 防火 内部两层为螺旋式 可防烟 防径点 这个装置可以紧急架设 也能直接固定在楼梯间 并依据建筑高度设计滑道长度 这种滑机式逃生方式 孔刚也不怕了 为他点赞 看全球科技 关注科技公园 1999年3月24日 一辆货车装着黄油和面粉 从意大利开往法国 在两国交界的博浪峰隧道内 6点7公里处 货车突然起火 随即发生爆炸 狭窄的隧道顿时浓烟滚沦 一片漆黑 由于氧气少 敏勤无法点火 14辆汽车被困在货车后面 进退不得 消防车赶到现场时 火势太猛 都无法靠近 为了驱散浓烟 一辆电网隧道步入新鲜空气 但这简直是帮告忙 大量氧气进入 反而使火势更加凶猛 在这生死有关的紧急时刻 一些人顶着浓烟 替车而逃 一些人坐在车里进一门窗 希望熬到火势减小或消防救援 还有一些人躲进了隧道内的防火壁显示 面对这场史上最可怕的隧道火灾 最后到底哪些人活了下来 如果是你 又会怎么选择 看全球科技 关注科技公园 19秒打135个字母 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 这个15岁高中生用到的绝招就是滑行输入法 手指一次性划过字母 完成打字 熟练后形成肌肉记忆 就能行云流水的盲打 其实打开百度输入法 你也能学会这样的特技 百度输入法将Attention技术 引入滑行输入领域 不用滑到具体字母 仅凭滑行趋势就能精准匹配文字 打起字来 那叫一个丝滑 比起苹果及其他中文输入法 它准确率更高 更懂汉语 更适合中国人的输入习惯 赶紧上手玩起来 说不定下个世界纪录就是你 人和猪竟然是天生一对 一直以来 科学家们尝试用各种动物 进行一种移植实验 均以失败告终 直到1986年 天选之子出现 它不仅器官大小与人相似 还好养活 但很快发现 一旦进行移植 人很有可能染上病毒而死 研究就此停滞 直到2017年 中国女博士杨露涵 带领团队终于攻克了这一难题 利用基因剪刀技术 修改细胞基因组 成功培育了无毒的活猪1.0 并于今年9月再次取得突破 将基因剪刀与科隆基础结合 开发出首个临床移植雏心 猪3.0 不仅100%敲除了致病基因 还不会与人类受体相排斥 被3S评为全世界最好的候选者 猪的身价是不是又要长了